绿日 副处长问 不可能 爱情摇头 绿日就算知道是怀尸杀了红手套 也不至于去跟一个小卒子计较 那群疯子永远都是盯着天文会搞事 还没low到那种程度 救主会 那更不可能了 爱情摇头 他也只不过是受害者而已 就算是报复也应该冲我来 怀尸的档案还在保密中 目前除了你和我 其他人的甚至不知道他是升华者 一时间 两人的思考都难以继续下去 那个家伙 真能惹事啊 副处长不快地叹息 干脆先关个半年算了 他目前是天文会的正式雇员 爱情直勾勾地看着他 如果你执意如此的话 那我们恐怕只有精灵再见了 爱情的意思 已经表达得直白无疑 如果副处长雇之己见的话 那么大家可能只有边境法庭上再见了 副处长皱眉 你真是要下死里保他吗 他是我的下属 爱情回应 不 他是一个17岁的中学生 明天高三 后年就高考了 副处长稍微提高了一些声音 如果你真的不想让他有一天被关到边境去的话 那就不应该让他牵扯到学校之外的事情里 爱情看他的眼神变得古怪起来 你竟然在关爱青少年成长 我只是讨厌拿起武器的死小孩而已 副处长摸了摸脖子上的伤痕 神情越发地不快起来 越不省心的 就越讨厌 他不会成为你想象的那种人 副处长没有回答他 只是沉默 再一次回忆起录像之中那个少年的眼瞳 就好像终于被激怒了一样 在握拳的那一瞬间 那些伪装就好像迷雾 被风雪吹散了一样 令人不快的肤浅笑容终于消散了 取而代之的掩帖一样的素冷和阴沉 如此傲慢地将一切摧垮 就好像将死亡当作不值一提的尘埃一样 那样的眼神 简直就好像刽子手一样 本能地让副处长感觉到了不安 不 应该说是厌恶才对 厌恶会有那种眼神的人 更厌恶会有那种眼神的小孩子 爱小姐 你在试图为野兽拴上链子 让他学会家犬的规则 可怀师和那种东西不一样 他皱起眉头 他只是混在野狗的窝里而已 就算看上去像哈士奇一样 可本性却像是反足的狼 一旦他见过血 就再不是链子能拴得住的了 爱情平静地喝着办公室里的廉价茶叶 放下茶杯 无动于衷 你这么害怕的话 不如杀了他好了 你以为我没有想过吗 副处长反问 红手套死的那一天晚上 我在雨中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就有过这样的冲动 我不能接受这么一个潜在疯子存在于我的辖区里 可我又能怎么样 我今年46岁 也是有孩子的人了 难道要我因为另一个小孩子 将来有可能犯罪 而将他杀死吗 爱小姐 他才17岁 未成年保护法都站在他那边 他还有机会选择自己的未来 选择一个不会让大多数人受害的未来 那才是像家犬一样吧 爱情冷淡地问 晒住耳朵 就当听不见吗 捂住眼睛 当作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人受痛苦 直到变成习惯 逆来顺受 顺从蹂躏 摇着尾巴等待犒赏 你难道觉得 那样的一生是幸福的吗 副处长被激怒了 他还有更多的选择 他没有 爱情说 他性怀 就好像我不信爱一样 不论他挣扎与否 都不能改变过去发生的事情 就好像你和我决定不了一个人的未来一样 他说 这是注定的事情 副处长冷声问 你觉得 等他知道当年的真相 之后会怎么看你 谁在乎呢 他不论做出什么选择 我都不会吃惊 爱情平静地看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告诉他 但是在那之前 我不会容许任何人动他 那你究竟在做什么呢 副处长被逗笑了 赎罪 爱情面无表情 只是盼望有个人能来 对我进行清算而已 寂静中 副处长没有在说什么 只是指了指询问式的方向 让他将自己的下属带走 与此同时 怀师正在审讯室里 吃得酣畅淋漓 将不知道 哪个员工的夜宵吃完之后 他擦了擦嘴 意犹未尽地喊道 再来一晚 寂静中 几个坐在那儿的特事处干员没有说话 只是双手抱怀间看着他 眼神中就油然透露出一丝怜悯 直到怀师回过头 看到深厚的爱情 嗯 不要总让别人觉得 我没有给你发工资好吗 啊 抱歉 抱歉什么 因为吃得多吗 爱情摇头 天文会有专门针对 升华者发育期的药剂 需要我帮你内构吗 啊 怀师不知道怎么解释乌鸦的事情 只能挠挠头 那个我已经买了 又是柳东黎那个家伙 爱情眉毛挑起 似是不快 侦探那里少去为好 那个家伙也不是什么省心的人 好的 怀师联邦 从善如流 等那几个监看者出去之后 爱情才开口问道 今天怎么回事 抱歉 又惹麻烦了 不要总为别人的错误道歉 少女不快地揉着眉心 一声叹息 说实话 我不在乎你把那群社会垃圾 究竟变成什么样子 你作为天文会的雇员 在遇到袭击的时候 标准应对程序里 甚至包括击毙的选项 明白吗 不要小看天文会的特权 你就算是拔出枪来把他们全都杀掉 程序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顶多走流程之后 被内部记过而已 我只是好奇 你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 嗯 怀尸不解 平常的你的话 一般都会逃走吧 他说 死皮赖脸的球饶什么的 打不过就跑什么的 正念硬抗可不是你的作风 怀尸无言以对 难道我在你心目中 就是胆小怕事的形象吗 你觉得呢 好吧 我觉得也对 怀尸叹息 挠了挠头 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 要说的话 应该是生气了吧 然后稍不注意 就有些过火了 把自己也搞成这样 和老杨的葬礼有关系吗 怀尸愣了许久 尴尬地笑了笑 怎么可能 爱情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他 好像在等着他继续说一样 许久 终究还是怀尸败下阵来 好吧 大概是有点 他低头看着身上的伤痕和绷带 无奈叹息 害怕了 可就算是嘴上说得再漂亮 被一群人围起来在小巷子 手里拿着刀 还说要我的命的时候 就忍不住害怕了 我一直以觉得自己 可以投铁到连死都不怕 可是看到朋友 躺进焚化室的时候 才知道自己不但怕 而且怕得要死 怀尸叹息 做了这么多年的快乐杀雕 不然之间快乐不起来了 甚至不能再继续杀雕 可我又能做什么呢 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过不好 就算是闲着没事去逛个街 也有不知道哪儿的人来要我的命 就算是我在 怎么讨闲 这也过分了吧 是啊 爱情汉手 似是赞成 却不知道他究竟赞成的哪一点 是讨闲还是过分呢 怀尸苦笑 伸手扶着桌子 将自己撑起来 身上的绷带再次渗出血色 这一次真是伤得不轻 他又发现了一个读取记录之后 养成的坏习惯 在记录里随意做死固然方便 可现实中随意做死的话 就会付出惨重代价 一打七固然听起来微风八面 被七打一 不受点伤怎么都不太可能 要我拉你一把吗 爱情忽然问 四十亿有所指 怀尸笑了笑 摇头 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行了 日子总要自己过的 对不对 他终于撑起了身体 靠着自己 穿上了挂在墙角的外套 今年的西装上 依旧仙尘不染 盖住了血污 看上去仿佛就重新 回到了过去的样子 变得温和又无害 我让司机送你回家 我交车就好 怀尸晃了晃手机 愉快地挑了挑眉头 今天路上抢到了打车劝来着 再不用就过气了 看着他扶着墙 稍微有点亮腔的滑稽样子 爱情陷入沉默 如果没有对日常之外的向往的话 就没有成为升华者的理由 他忽然问道 怀尸 你在后悔吗 不 怀尸咧嘴笑了起来 我只是暂时还没有适应而已 说着 他拍了拍胸脯 比划了一个一切OK的手势 这种小问题 给我点时间就好了 那个少年微笑着 汉手道别 推开门 好像自言自语一般 轻声呢喃 再给我一点时间 爱情目送着他走下楼去 他没有再试图安慰或者劝说 虽然决定自己一个人 面对一切太过愚蠢 大不了自己继续深挖就是了 必要的时候就个场 说不定还能让他给天文会 卖命的日子多几年 他的自尊心 爱情的事业心 同时得到了满足 双重的满足 双倍的快乐 简直两全其美 只是在沉默中 他看着万念之极的页面上 那个悄然加码的悬赏 眼神就变得阴沉起来 二十万美金 这对天文会的正式员工来说 有点便宜过头了吧 难得的 他决定履行一下身为上司的责任 页面关闭 他的手指滑动 点开了最上方那个 纯粹由三角形和正圆组成的繁复标志 梅塔特隆立方 由边境的三大中立巨法 明日新闻 石府学会和攻防联盟所成立的售卖平台 分别对应着消息情报 边境技术与武器工具 这三个升华者所必须的内容 很快 页面不断地跳跃 进入到了 以高精尖科技和边境技术 相结合为特色的炼金工坊 卡文迪许实验室的页面中 回忆着账户上那一笔怀师 还没有误热的悬赏金 他的心情就罕见地愉快了起来 三百万美金 足够买个好东西了吧 不断地转抢了